不僅棄工作難找的情況下 接下來我們要告訴您這個好消息 就是鴻海集團現在要大手筆的增人 這一增就要增上千個人才 郭台銘更說他要親自深入校園 來招募學子 大談的是鴻海高達兩兆的未來計畫 那麼郭台銘就說現在金融風暴 讓他想要跨入兩個產業 哪兩個產業呢 一個是房地產 一個是金融產業 那麼郭台銘信心滿滿 他說他的模式跟別人不同 但他強調他一定會贏 不僅棄對我來講 我覺得全身充滿了鬥志 在這個時候 大家才是拼實力的時候 拼實力的時候 所以我們鴻海集團 今年一定會繳出不錯的成績單 越不僅棄越充滿鬥志 鴻海新幹班計畫大吉偵才 董事長郭台銘親自充滿走入校園 我想要請教郭台銘 對這個金融業的看法 問問看可不可以請你描繪 我想你的理想跟興趣 然後請問你 第一個問你是如何準備這個面試 有把他名字記下來 叫我面試人特別給他出困難的題目 學生提問五花八門 國董談笑間化解 鴻海廣正1000名大專以上畢業生 除了往年需求的理工人才 今年擴展到會計法務等類別 入選者有14個月的年薪 還有股票分紅 於每天500到1000元的珠外津貼 總共為期5年的主管培訓計畫 前半年可能被派往中國受訓 鴻海新幹班從1996年成立以來 已經有近千名成員 其中32%目前已在鴻海集團 擔任主管職 而今年更是首度一口氣 要找上上千人 除了呼應政府救失業 也因為郭董準備大展拳腳 跨足金融界和房地產 我們鴻海公司將來有兩個行業 我撐口美國的危機 讓我想到有兩個行業 我一定會進去 進去我們會贏 一個是房地產 一個是金融業 但是我進去的做法 跟他們一定不一樣 只要進去市場 讓鴻海一定會贏 郭台銘談話展現一貫霸氣作風 儘管金融海嘯重創鴻海股價 現在每股價位不到歷史高點的一半 郭台銘還是發下豪雨 今年鴻海的營收將要飛越2.4兆 預計會擠下台塑集團 站上營收王寶座 即將再當爸爸的郭台銘 鬥志與雄心都不見 這次新聞有教育講親妹 台北報導 好